我們先回答科網股 因為真的很多股民持有 好,我們先回答小詩 他就說美團 他就說他是292元買的 有200股就是兩手 他說是否應該要沽貨換馬呢? 美團這隻都是不斷重複 基本上我現在對他完全沒有好感 因為一來政策的因素影響太大 他現在結了這麼多數據 接下來的數據如何處理 或者是否能夠利用數據優勢 再進一步擴大那個業務 現在似乎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困境 再加上他不斷要消錢 接下來你都預算出那個中期業績 不會說好得去哪裏 差在你虧錢的幅度是去哪裏 所以你問過這隻股 我覺得都要找位走 如果你有貨起手 之前其實都曾經彈了一陣上去 現在最高去過都三百三十幾元 如果你說那些位置沒有走 那現在又要再等一下 看看會不會那個價 再有機會彈上去三百元樓上呢? 我建議都要找位去逐步減榜 即是都要減遲 不過就可能等它反彈多些 那就減少虧損吧 I don't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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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